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來到Burquitlam 我跟大家分享兩件事 一個是燕樓 一個是樓花 燕樓的位置在哪裏 後面是Skytrain站 我旁邊是Safeway 超級市場很大的兩層高 建築在超級市場上蓋 是一個2017年Bolsa的建築 近期收樓 我幫客人買入投資單位 我都挺喜歡的一個 準備了招租 所以就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講完這件事後 再跟大家分享一個 在這個對落少少 Skytrain站向南走下去 大約5-6分鐘左右 Walking Distance的一個樓花 它叫做Bang 發展需要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接下來很快5月便會準備發售 現在我們先去看看燕樓 這座建築 我們今次分享一個收租的單位 就是一個一房單位 方向是東南 採光各方面都會比較好 亦都沒有遮擋 雖然沒有我們上次 Amazing Burnwood 四十多樓 看出去一望無際 那麼震撼 但都不錯 不差到去哪裏 而且很快便可以起租 這個地位 對正Skytrain站 下面有超級市場 這個建築已經是我們 待會進去看的建築 它的停車位都很方便 如果你真的有很多朋友來 或者想暫時停一停 有街位 剛才那個Mall裡也有停車位 那個Mall的後面 Skytrain站 對外都有一堆Open Parking 所以大家起碼泊車不用太擔心 另外一樣是很好的 是我今天才發現的 其實它安裝了一個Flow的電車充電站 我們剛才來的時候 我們那部拍了在田電 機仔部車 剛才是一部Tesla Model 3 現在已經換了另一部 這個Flow的充電站 除了供應 其實應該怎樣說 是一個Public的充電站 是一個Public的充電站 其實手機上安裝了一個Apps 你可能放了信用卡資料下去之後 過到這些地方 你就可以充電了 Tesla 也可以充電 其他類型的電車都可以充電 它的收費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當你手機安裝了的Apps 可以這樣拍攝它 或者你可以申請好像有一張實體卡 不過現在都不在… 很煩的 很煩的 你不會經常待著實體卡 其實手機Apps是最好的 之後就開始充電 頭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一元 第三個小時開始 每個小時五元 所以五元也不便宜 所以不會很多人 就當泊車位一樣 好像我們剛才來都已經換了兩手 不過是萬差 對 不過是萬差 即不是Tesla Super Charge 因為現在有很多是新設計的 我們買 Pre-Sale 例如Concord Shafer 都會有EV Charge 大家不用擔心充電的問題 但是一些存在2017年 2016年 甚至更舊的建築 其實都面對建築 沒有差別位的問題 我也有很多朋友 是很擔心的 他說2030年開始 加拿大這邊 就不會再可以買到 新的燃油車 全部都要轉電車 那怎麼辦呢 相信都會越來越多 還有這些地方 這個已經準備好了 好 我們現在就已經來到建築 的Lobby 602 Combo Lake Key在這裡 我吹到我的頭都亂了 好 那我們上去和大家看看單位 我們現在就進來的單位 其實一眼都看完了 One bedroom 它是一個574呎的一房 一書房的單位 門口就在那邊 門口進來一個小小的入門口位 我們可以看到一入門口進來 已經收納了一些空間 包括一個洗衣房 laundry space 就是Condosize Bloomberg 乾衣機洗衣機 旁邊還有位置可以放東西 然後 這裡就是entry closet 裡面有一個架 可以放三副鞋物 然後再進來少少 右邊就是那個釘 現在它用了黃色的lighting 感覺有點暗 如果大家可以換上白色LED燈 就會光亮一點 做storage也很好 門口進來這邊 左邊就是洗手間 一房一的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有兩道門 可以直穿進去旁邊的房間 來到這裡就是客廳位 我站在這個位置就是飯廳位 以及廚房 廚房就是L shape 大家中間這個位置 都可以放到大餐桌 如果你喜歡在Island吃飯 或者多一點工作室 也可以在IKEA 那裡置一個高的島 我們看看外面 這裡就是客廳位 其實這個單位很正方 所以客廳位 從這邊到那邊都很闊 你可以買大一點的電視 也不用怕距離不夠 太大 梳化都可以放到三人的梳化 這個位置都挺闊落的 然後呢 一塊大玻璃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sliding door 兩片大玻璃組成 就直接可以看到外面的露台了 上手屋住就留下了一些木紋的一些 叫做什麼 地板 木紋地板 就這樣放上去的 就遮蓋了下面的那些concrete 變成走出來有些feel 這裡的話就可以看到這個單位的view 我們其實這裡方向是東南方 下面這條是Emerson 我們其實現在看回去 就看到我們剛剛跟大家分享 說有充電 那裡我們車都在下面還在充電 對 那方向就是東南 那我們的高度是九樓的 所以也叫做是高於前面的 Mid low rise 就叫做有少少景觀的 起碼都可以看到後面的樹林 還有在單位裡面都可以看到天空 那你走出來的話 就再多一點點北邊的山景 一路下去South 那我們這個屋苑其實是兩棟building 我們現在看的是602Como 那除了這邊之外呢 再向南一點就是另一個building 但是中間有個平台花園 都有一些townhouse unit 大家再向那邊藍一點看到呢 看不看到有三棟呢 其實那裡就是low hit height 之前也有不少人買了在那邊 我們剛才不是說會分享另一個project 叫做Band by Town Line的一個新的樓盤項目呢 其實就在那裡了 它是在最右邊 即是最矮 即是最靠大馬路 North Road的那棟building的正後方 所以其實距離Skytrain Station 下面這個mall就是Skytrain那裡 都是Walking Distance 五六分鐘左右就可以走到的了 這個樓盤我們現在預計 大概是五月頭至五月中這個時間 會是我們第一回合去買的 平時其實跟大家分享很多樓盤 包括之前Amazing Runwood也好 Concord也好 很多時候大家看完之後 又要入表準備很多資料 接著又要等發展商放 由去到很後期才知道會有什麼單位 多少錢 今次這個項目就有少少特別了 它就安排了一個 第一回合就是一個比較簡易便捷的買樓方法 就是一個比較短的時間 大家Preview完 很快就可以馬上去減單位 你會很快知道一個實價 和一個unit number 還未去決定的 就不用又要入表等 抽籤搞一輪 但現在都是一個初步階段 FORPAN那些都有 但在Draft還未可以Public Size 之後等它Sell Center ready 之後就會進去拍片和大家分享 有興趣的可以先留意 或者可以登入我們的網站 Carriequiet.com slash band 登記住你的interest Once有多些資料給你 和和大家再安排一個 看樓和簡單單位的流程 我們回到現樓放租單位 大家看了外面的景觀露台 我們回到unit裡面 剛才說了客飯廳 我們很快進入廚房的細節 廚房L-Shape 雪櫃是24吋的 牌子是Bloomberg 上面是雪櫃 下面是三格櫃桶的冰櫃 然後旁邊這裏 上下都是儲物空間 它的配色 比較符合當年的風格 2017年的時候 比較喜歡用深色的櫥櫃 深色的地板 配白色的counter space 然後電器的話 大部分都會是Bloomberg 和意大利牌子Folgen Milano 焗爐是Folgen Milano 上面的爐頭 就是四個gas爐頭 24吋 下面都是24吋 水手盆在左邊 小碗碟機就是在水手盆旁 counter space櫃底都有燈 在這個unit裡面 大家如果要租這個單位的話 屋主現在暫時的放租是1900元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之前差不多好像兩個多月前 兩三個月前 我們在Bergrillum SkyJude 另一邊也有分享了另一條 和這個單位也有少少相似的 出租單位 那個單位也很快 租了1900元左右就租出了 那也是我朋友買的 好像說一個星期左右 已經很快找到租客 而我們上次 是Amazing Friendhood 在那個單位 我們出了一條片 差不多一兩天就已經很快租了 而且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很搞笑的 應該希望屋主聽到沒有胡鬧 我分享給你聽 話說放租後 很快就找到一個 非常好的profile的租客 也是來自香港的朋友 大家都很滿意 一輪相談完之後 屋主就跟我說 話給你聽很緣分 他說 竟然現在租他單位的新租客 原來是我這個購物 這個屋主 以前是香港的時候的舊鄰居 就是世界是小到 是一個機嫌下落資格 在家國相遇 我都希望他們繼續在族前緣 而住得開心心 不知道這間會怎樣 有什麼有趣的緣分故事可以知道 其實溫哥華的圈子真的很小 這兩年兩三年來 因為香港的各種事件 都真的知道很多朋友 是回樓和移民過來 有些甚至是 完全是 我們當年 我和機仔過來移民的時候 都還是說 沒有那麼多政治因素 沒有那麼多社會上的東西 純粹是我們覺得 哇 香港買樓很貴 我們那次想著 我們那次準備結婚 然後去看樓 我記得他看過哪裡 看過西貢 有看過大埔 那不是西貢 泥蔥 泥蔥 然後我覺得 哇 這麼貴 買過這樣的村屋單位 因為我們想住一些 開放空間 有海 或者舒服一點的地方 然後不知為什麼 整理一下 他就入消防 入班 操班 操完班半年 我們說不如找個長途旅行 然後就說不如來加拿大玩一下 他就在這裡住 然後搞著搞著就移民了 我們那時候還懷著一種 好像是冒險探索 開心的一個心情過來 但是現在其實看到很多朋友回來 尤其是沒有來過這裡 純粹是放棄了香港的所有東西 賣了一層樓 就過來這裡 要重新開始 重新讀書 重新找工作 也都大家知道 是一個Paycheck上面的迫力 因為其實香港的人工是很高 很多人過來這裡找工作 可能連香港人工的一半都沒有 但是來到這裡 原來要重新開始 但是又可以這樣相遇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不過感覺其實都挺心酸 但是都很和大家開心 加拿大的生活其實是很開心的 我希望各位來到這裡的朋友 你可以盡快找到你的生活 那 找工作就找工作 如果你有一技之長的話 其實我都很鼓勵大家創業 無論你是做地產經紀也好 或者考個保險牌 銀行經紀 其實我覺得這裡的self-employed 其實是真的可能比你打工 如果大家已經過來 尤其你有少少錢 有少少膽藥 裝身 可以嘗試發展 例如網絡事業 現在做網紅也好 做YouTube也好 你會有收入 或者做多些self-employed 工作 會是跳出以前我們香港 可能一定要上班的生活圈子 希望大家開心一點 先說到離題了 剛才說到香港人的故事 又算是很心酸 這個單位的話 剛剛說了我們放租的價錢 大家來租物業的時候 通常大部分情況下 包括這個單位 電費 例如這些heating 都是要自己付的 屋主會付了管理費 地稅 所以gas就會包了 你可以煮湯 然後你也要買租客保險 保險通常都不會很貴 一年一兩百元兩三百元 然後有一個move-in fee 大概都是兩百多元 你自己付回就可以了 我們先看看房間 好嗎 這邊 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的設計比較特別 通常我們看得比較多 都是一個closet 打開門 但這隻bosa當時的設計 可能不知道怎麼稱呼這個東西 他就是余了床的空間給你 兩邊就幫你做衣� 有點像香港 有點像香港的衣櫃 這裡有幾架 有些架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比較大的 應該跟平時的 其實closet space差不多 還好 沒有那麼容易入層 這個 但是這個中間 如果將來你搬進來 你可能就要 我量一尺 給你 你就會知道 你可以買多大的床架 因為床架不能太大 尺寸可以放到 但床架太突出 可能會收不下去 下面有網線 有電掣 上面也有燈掣 如果這裡配合了燈 就可以開了 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房間後面 這裡的凹凸 還做了一張書台給你 也有個洞 所以你的電腦 可以短暫 在這裡 上面你真的喜歡 也可以有架 然後來到這裡 就是cheater bathroom 房間可以進來 關門 我這邊也可以出去 這個洗手間 它是有medicine cabinet 大家可以看到 放東西 然後桌面 下面有些儲物空間 有些櫃桶 這個是sharnet stove good thing 這個是可以拿下來的 花灑頭 容易大家清潔 有一個凹位 可以讓你放洗頭水 護髮素 這裡毛巾架 然後走出來 這條走廊的位置 就回來客廳了 這個單位就介紹完了 剛才也和大家簡略說了一下 Bang的項目 我昨天也拍了一些行拍片 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項目的周圍 希望以上的資料可以幫到大家 Go 我們試鏡 1 2 3 4